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内在 就是物质世界 跟这个灵性的世界 在这个灵性的世界呢 就是要处理心 处理心呢 就是离开一些贪图 跟这个迷子的东西 当我们还在这个 物质世界的点滴滴 在这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执着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 跟这个物质世界 连结 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呢 又是一个善恶的一个区隔 善恶能够让我们 跟所有的人和好 彼此互利 彼此给予 彼此的帮助 所以变成说 善业是我们的伴侣 这个伴侣呢 在物质世界 在物质世界 明、文、利养 都会非常的顺畅 因为我们跟所有的缘 都连结起来 是从一个DNA的一个念头 我们连结到我们一起共好 共善 互一共成 还有一个就是恶的业 恶恶呢 常常就是对立性 这些对立性呢 就是叫做负能量 我们在彼此之间呢 制造了对立 制造了破坏 制造了伤害 所以是一种争斗 不和谐的一个基因 我们看全世界的政治 我们都看到他们的这个争斗 破坏 伤害 如何这个政治呢 变成一个 是一个善的连结 那么这个世界就 非常的美好 那我们的惯性呢 也就是 死好死坏 好的时候呢 我们会连结 很多的好用 心情不好 想法 偏激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连结到那个 伤害跟破坏 伤害跟破坏 一个报复的心情 到底报复 怎么报复 用各种的 方法 去报复跟 消灭 对方 所以这样呢 就会 那个DNA的记忆体 就会变成了 伤害 所以生命呢 是两极的 变化 负能量跟正能量 也就是上跟恶的一个变化 这两个变化呢 我们上跟恶好跟坏 这两个变化 我们是很难去掌控 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一个人 好的缘呢 它就是对生态也好 人跟人之间也是一个好的 这种利益关系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 如果我们不是 找到真理的途径 来解决这个生命的两极化 所以我们是会在这里面呢 会受苦 我们的生命呢 又不是那么样的 你想活多久就活多久 我们的生命又在这里面呢 是非常的无常的 所谓的无常就是 不是长久的 它是短暂的 所以我们呢 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呢 我们又常常会迷失掉 我们自己 我们在整个现象里面的那种 变化呢 有时我们会喜欢 有时我们不喜欢 有时呢 我们希望改变它 但是有时呢 我们不具足这种能力 所以我们只有受这样的苦 这个世界呢 这个世界呢 是一个 是一个互联网 的一个世界 互联网的世界呢 有时是像鱼群一样 可能这个鱼群 会非常的有它的力量 有时的那个 另外一个鱼群 又是有个力量 这个之间呢 就会争斗了 所以我们 因为也是鱼群 我们也被卷进 这个互相争斗的 一个变化 因为这个互联网 我们彼此创造了 彼此的环境生活 创造了这个 彼此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在这种 不同的网络之下的 资讯 这些资讯呢 就是造成我们 各种不同的想法 这些想法呢 就是会变成我们 生命的 一种做法 一种想法 这些做法想法呢 会牵连到 环扣到很多的 不同的 网络 这些网络呢 有不同的资讯 给你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呢 就叫做 随着你的网络的记忆体 产生了很多的纠葛跟不平 公平跟不公平 都是从我们过去的记忆体 所产生的过失 所以这个叫做轮回 因为我们死亡的时候 会到哪去 有的可能会到上帝那边去 有的可能会到极乐世界去 它有不同的结果 到不同的环境 接受不同环境生活的那种考验 我们的修行就是如何让它单纯化 不那么复杂 灵性呢 本来都是非常单纯的 可是呢 这些网络 资讯可不是单纯的 那就不单纯 所以我们连接到什么样的网络资讯 我们就会受到那样的一个方向的影响 所以我们生命到底会变成什么样的状况呢 不断的在网络上学习 不断的网络上连接 不断在这个生命网络上 环扯 不管是对的或者错的 都在连接 都在制造未来的生命的蓝图 所以每个人跟每个人之间 有多少的彼此记忆 是好的呢 坏的呢 可能非常的笼统跟复杂 所以生命是一个复杂跟笼统的 像这些东西 我们有什么感觉呢 有什么想法呢 我们刚才说 这个是物质世界的心情 如果你不想在物质世界上的这种资讯网络 那就必须找到灵性的家 这个灵性的家呢就很单纯 就不是现象物质 所以呢 我们就能够呢 不被所有的一切滚动 滚动呢是一个 网络的四浪海潮 这四浪海潮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它会一破一破一破的 你看现在这个世界 环境 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 如何对地球做出好的 这种帮助 所以这个地球呢 我们不知不觉 已经破坏到它的整个 循环跟生态 所以呢 它也就非常的不健康 也就不再长那些 我们需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生态 环境呢 是因为我们的资讯 彼此给彼此的网络资讯 造成了这个 整个环境生态的问题 现在我们如何觉醒到 如何从灵性之地觉醒到 爱 慈悲 如果有这些爱呢 我们可能就会彼此 有连接点 为了这个环境生态 我们会有一份的爱心 彼此就可以慢慢地 从爱心里面共同合作 共同连接 把这个不好的环境生态呢 我们可以转换 所以人的心创造一切 彼此互相连接 到负能量的时候 就是破坏性的 正能量的 就会成就这个世界的好 既然正负能量都是我们创造的 那我们现在应该 找回灵性的本质 叫做慈悲 不管是上帝 不管是阿拉 不管是佛 他们的本质都是叫做爱 因为我们现在慢慢 远离了这个灵性的 那个找寻 找寻这个灵性 来产生这种 生命共同体的一种本质 我们才会产生个大爱 今天我们的作禅 就是回到那个灵性的本体 那个其实叫做真理 所谓的真理就是共同的 我们都是灵性 灵性上的本质叫做爱 慈悲 所以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都坐禅 大家都能够从坐禅里面 把自己的那份的爱心找回来 只要有爱心 这个世界是多美好 只要没有爱心 这个世界是多恶劣 让我们单纯化 找到灵性的本质 要单纯化的时候就回到灵性 所以要回到灵性 没有灵性 没有灵性就没有这个世界了 灵性是没有灵魂就没有变化 没有灵性就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这个世界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 晓得这个世界 不知道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有灵性 知道这个世界 了解这个世界 我們清楚這個世界 靈性是一個知 沒有知 什麼都沒有生命力 有了這個知 生命力就存在了 所以這個生命力如果沒有從 我們的這種本來面目去落實的話 那我們就很難把這個靈性的覺 導入正確的這種認知 有了正確的認知 我們才會做對很多的事情 然後彼此才沒有傷害 對一切的這些東西 我們都沒有傷害 我們是生命共同體 沒有一個地方不是我 沒有一個地方沒有我 什麼叫我呢 就是靈性的空間 是那麼樣的廣大無邊 所以把我們的這種覺知呢 理清楚 從物質世界回到靈性的世界 物質世界就是貪 真 吃 慢 移 各種的鬥爭 各種的這種 各種的這種探索 靈性呢就離開這些 如果有這些呢 就不是靈性 靈性就是什麼都沒有的 沒有一個現象是靈性 所以我們做慘的時候 就放下每一個念頭 每一個執著 所以我們才會 覺得靈性是美好的 因為它沒有什麼牽掛 也沒有什麼執著 靈性是一個空間 不是一個物質的這種組合 所以我們做慘的人 可以享受這種靈性的那種 空間跟範圍 不做慘我們只能 在物質世界產生互相 這種叫糾纏 也叫什麼 就像炒菜一樣 我們炒菜的時候 就翻來翻去翻來翻去 所以我們在物質世界 是彼此交間跟炒 互相的炒 翻炒 翻炒 翻炒就是像你們在家裡做菜 翻炒 翻到最後呢 這個是沒有止息的一個方 所以我們如何呢 物質世界是很多的問題 我們不是要遠離這個物質世界 我們靈性抽離出來 再回到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們看這個物質世界 我們看這個物質世界 就不是這樣看了 就像耶穌一樣非常有愛心 像佛陀一樣非常有愛心 把這個世界當作祂的生命 你對你的生命一定是很愛的 對不對 做慘 就把靈性導航回來 讓我們真正變成一個生命的主角 而不是被物質世界導航的一個靈性 我們會變成主宰 我們會變成一個物質世界 善的導航系統 絕的導航系統 可能今天講的好像 我們的禪修 那個東西好像 沒有給大家拉好 但是我想 這些東西如果不了解的時候 對靈性這個東西 我們不會珍惜 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去開發這個靈性之快的市場 靈性之快的市場 是真理的市場 不變的市場 是一個非常普遍存在的一個真理 我們因為回到這裡 我們會變成整體 如果我們沒有回到這裡 就是個別的 不同的 差別的 不是說做慘做到沒有了空空 我們就是變成空的 不是叫做空的 而是我們的靈性是那個生態 叫做沒有東西的生態 沒有現象的生態 沒有任何的牽扯的生態 沒有任何的牽扯的生態 靈性的世界就框廣 而沒有切割 沒有你我 沒有那個差別的存在 所以我們必須回到每一個人 那個根本 叫做靈性 靈性是什麼呢 就是覺知 這個覺知跟什麼東西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變成很清爽 跟什麼在一起的時候它就不清爽 跟物質世界混在一起它就不清爽 跟這個空的世界 空的覺知連在一起的時候 它就能夠非常的有力量 這個力量呢就是自在的力量 安穩的力量 解脫的力量 這個力量就是 無所不在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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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